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,由预模到最新发售的,1比6拼装版机动奥特曼赛罗装甲,实物简单分享展示,老规矩,1G元组出场一下对比,模型由红蓝白配色为主,其外形很好地还原了赛罗奥特曼,英俊帅气又充满自信的气质,并且身上多处也使用了透明件作为点缀,在外形方面, 5分满分,给打个分贝,另外还附送了一张水贴,因为可能未来要拿去电镀的关系,我就不贴了,在展示模型可动之前,咱们先把终极版装甲拆下,还原为普通形态,以便更直观地了解这款模型,只要简单几步即可完成,另外模型内置有LED灯机构,使用附带的磁吸就能轻松开关灯阻,亮灯效果还是蛮明显的,而在可动方面, 头部左右转动幅度很大,抬头与低头效果也很好,肩甲独立可动,手臂平抬可超越90度,带有平转关节,手肘弯曲约180度,手掌为球形造型手,整个腰部可大风车转动,左右侧摆的幅度良好,并且弯腰的幅度也很好, 大腿前踢超90度,后踢幅度约为90度,侧踢约为90度,膝盖弯曲差不多180度,小腿装甲多处带有展开结构,同时脚板的各方向接地范围很大 背部两块扰流板可展开 而在配件方面,标准的多对造型手,几大块刚才已经看过的替换装甲,可还原终极版使用 我确实不知道叫啥的常见一把,私派匈母弯刀两把,可通过简单地拆除安装特效件,来切换形态 然后就是光剑特效件两个,可拆除背包的剑柄来安装上去 好了,简单地把玩了一圈下来,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,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帅的,尺寸足足有30ECM之高 可惜官方暂时没有,坑图版和成品版的计划 那么,今天我的简单分享到此结束,感谢您的收看,咱们下款新品再见